专注电影解说,谈论不同电影剧情,欢迎大家收看本期静静同学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穷小伙和亿万富翁一起生活 画一幅画,能卖十万块,走上了人生巅峰的电影,触不可及 土豪哥是一个身价过亿的有钱人 但是在一次局限运动中残了,过上了终身轮椅的生活 刚出狱的大黑为了让人拒绝自己也来面试 因为一旦面试被拒绝三次,就可以领到失业不复金 土豪哥一看大黑骨骼惊奇,于是就留下了大黑的面试单 第二天,大黑再一次来到土豪哥的家里 完完全全被土豪哥家的豪华浴室征服 他决定留在土豪哥家里做男户 土豪哥说大黑坚持不过一个月,大黑一听就来劲 大黑认真学习怎么照顾土豪哥,又是洗脸又是洗头 还要帮土豪哥穿特制丝袜 但是最让大黑难受的是,他要帮土豪哥灌肠 大黑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帮人抠屁眼 但是土豪哥却说这是他的工作 没有办法,最后大黑还是取从了土豪哥 这一天,土豪哥要用医用车去看画展 大黑疑惑了,说你自己有马沙拉蒂不开 为什么要坐面包车 土豪哥一听也对,就让大黑开自己的豪车 带自己去看画展 出门的时候,却发现倒霉哥的车堵在门外 土豪哥说,倒霉哥经常这样堵自己 大黑路见不平,下车就胖揍了一顿倒霉哥 画展上,土豪哥花了4万欧元买了一副不怎么样的画 大黑当即就说自己画的都比他好 土豪哥觉得大黑十分好气 之后,土豪哥还去见了自己的朋友,好心哥 好心哥告诉土豪哥,这个大黑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而且不会照顾人 土豪哥就说,自己用大黑就是因为大黑不将自己当成残结 晚上,药物的副作用又发作了 土豪哥浑身难受 大黑一看,推着土豪哥上街溜弯 他们来到一家餐馆 土豪哥告诉大黑 他的试用期结束了,以后就可以正式上班了 大黑啃着鸡腿乐得不行 第二天,大黑看见土豪哥正在给一个妹子写信 大黑一看,直接拨通了妹子的电话给土豪哥 土豪哥一开始是拒绝的 后来聊着聊着就成了网聊大叔 妹子还让土豪哥寄一张照片给自己 解决完土豪哥的终生大事 大黑开始自己的创作 第二天,他叫来金发妹欣赏自己的画 金发妹没有评价 但是土豪哥却叫来了自己的好友 好心书 最后好心书用一万三欧元 也就是十万人民币买下了大黑的话 另一边,大黑的弟弟出世 大黑终于意识到自己和土豪哥是两个世界的人 于是大黑辞职解决了弟弟的事情 大黑通过土豪哥的艺术培养 再一次找到了一份工作 另一边,在大黑的安排下 土豪哥与网恋妹子奔现成功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幸福生活 莽撞率真的大黑给高位节肢的土豪哥带来了生命的希望 而成熟睿智的土豪哥给这位出入社会的大黑带来了人生的希望 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感动了很多人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 无论遇上多大的挫折和磨难 都不要轻言放弃 因为总会遇到一个和你一样倒霉的人将你救赎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